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今天香港的警方開了個發佈會, 當中就講返JPAD事件的案情, 我就整理了些重點, 我同大家講一講, 看看到底警方是講了些什麼。 這件事就要由9月13號開始講起, 證監會發了一個警告聲明, 說JPAD是無獲得發牌和營運方式極有可疑, 然後警方接到證監會轉介, 就由商業作案調查科去做跟進。 但是證監會指她未獲發牌後, JPAD的動作即時調高平台的交易費用, 變相令JPAD的用戶無法提取資金。 去到9月18號的凌晨, 已經接到1641宗報案, 但未能在JPAD提取資產和懷疑被騙, 涉及資金有12億港幣。 警方說這件事是牽涉到巨大公眾利益, 所以商業罪案調查科亦作出行動, 拘捕了8個人, 4男4女包括可疑公司負責人和OTC店主。 其中她亦提到, 受害人裏面最大一宗個案涉及金額4千萬, 是一個入金方式, 一個人就入金入了4千萬, 到真是幾金啊。 原來在2022年7月, 證監會已經將JPAD列入無牌公司和可疑網站名單, 之後一年發出近9次提醒, 呼籲投資者要小心無牌和海外交易平台的風險。 原來在2022年7月, 證監會已經將JPAD列入無牌公司和可疑網站名單, 所以才會有後來9次提醒。 後來卻提到, 說這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制度, 就在今年2023年6月1日正式生效, 所有在香港經營的中央虛擬資產交易平台, 必須向證監會申請牌照及接受監管。 證監會亦發聲明, 就說JPAD集團旗下的實體公司未有獲得證監會發牌。 而在這件事中, 證監會有觀察到JPAD還有那班KOL和爪換店所用的方法非常可疑, 包括JPAD本身透過這些網紅和場外爪換店作出虛假和誤導性的陳述, 聲稱JPAD在香港是持牌和獲得認可的虛擬貨幣平台, 而JPAD部分商品提供一個極高回報, 大肆宣傳與香港上市公司有合作和在香港申請牌照, 但原來與上市公司合作已經一早終止了。 而今次事件, 大部分受害人亦都是無經驗的投資者, 就是因為這班網紅自稱是投資達人、投資大師, 令到這些人信以為真。 而根據警方的調查, JPAD用了廣告、媒體、場外爪換店和KOL做宣傳, 吸引投資者用戶註冊後, 就可以在這個平台兌換不同的加密貨幣, 或者在外國平台將虛擬資產轉去JPAD的戶口交易, 而JPAD亦都是發行了一個JPC的平台幣, 但JPC在其他平台不能交易亦都不可用於支付, 流通性極低,警方就說根本不值錢, 而用戶就給他們遊說買JPC, 買了之後就用來做類似定期的質額, 聲稱到期之後可以拿到很高的回報。 而JPAD亦都是要求提供加密貨幣的資約作為一個保管, 調查發現JPAD基本上就控制用戶的資產, 另外,證監會在9月13日發出警告聲明之後, JPAD的出金上限調整成為1000元的USDT, 前提之下提高手續費去到999元的USDT, 變相其實已經限制出金。 警方考慮到JPAD運作模式、宣傳手法, 還有用戶無法提取自己的虛擬資產, 所以合理理由懷疑相關人士涉嫌觸犯串謀詐騙。 去到昨晚10時半, 剛才說到1641名受害者報案, 有1,129個男人、512個女人、18至49歲, 涉及金額11.87億,接近12億。 重點來了,警方搜尋了很多地方, 包括被捕人士的屋企地點和多間OTC, 檢獲了800萬現金、名貴首飾和JPAD相關文件, 而商業罪案調查科亦對被捕人士和相關公司進行財富調查, 一共凍結銀行結餘1500萬和3個物業, 全部總值4400萬港元, 和考慮充公這一批一共6700萬的犯罪得益。 有記者亦都問道, 有和這單案相關的藝人已經離開香港去到馬來西亞, 警方表示仍然調查中, 會根據相關人士的參與程度和案件角色進行相應行動, 如果有人違法的話, 有需要的時候就會將相關人士在外地引導回香港。 至於什麼原因作出拘捕, 商業罪案調查科那邊就回覆, 要取決於他們是什麼角色, 認為他們是有份參與, 哄投資者進入騙局。 其實這一個行動就在9月18號就開始, 就叫做鐵閘的拘捕行動, 是成功倒破了一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相關詐騙集團, 這個行動就拉了8個人涉嫌村謀詐騙被捕, 而且警方發現他們是有詳細分工, 當中公司是有負責任員工和俗稱OTC的虛擬資產找換店店主, 還說不排除會有更多人會被捕, 而且所有被捕人士都有收過證監會警告信。 最後警方有補充到一點, 譬如那些虛擬入到這些OTC的店鋪, 這些OTC就要不停地跟他銷售JPAS和買JPC, 其實JPAS方面是給了一個很高的回報給這些OTC, 那就是因為這麼高的回報是不合理的, 那會不會這些OTC已經是知情的呢? 如果是知情的話, 這樣就會構成一個串謀詐騙, 因為就講緊他們知道這件事是不合理的報酬來的, 就是因為這樣可能就有一個詐騙的嫌疑在這裏。 和最重要一點就是為何這些OTC店主他們知道JPAS是叫做不值錢, 都不斷推給客戶呢? 那如果是按照警方的這個講法的話, 其實所有有推過JPC的KOL都幾麻煩的, 就看完這個記者會之後, 我就看到好像都有不少的罪名在裏面。 首先有這個串謀詐騙罪在裏面, 還有可能洗黑錢都牽涉其中的, 跟著還有一條就是宣傳這些無牌的交易平台, 至少這樣數都已經有三條罪在裏。 還有就是現在凍結了這些資產, 那就是說這些OTC店主他們那間OTC 還有沒有可能營運得到呢? 資產被人凍結的話講緊的是銀行戶口全部不用得咯。 這樣凍結法呢?其實就是洗黑錢才會這樣凍結的。 那就是說這些OTC可能有很大部份都未必可以再正常營運得到。 這一鑊可以講得上是幣圈攬炒。 好啦那今集他記者會的內容就同大家簡化了, 同大家睇了睇了。 那大家有些什麼想講的話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掰掰。